我以为应该先让天爱说呢 因为他拉我过来看 我非常开心 他让我看了一部这么好看的电影 然后从大概15分钟开始 我就一直想哭 然后我就问他 我说你有没有带纸巾呀 然后他问了他旁边的人 你也没有带纸巾呀 最后我们发现我们都没带 然后从那个外卖的袋子里面 刻刻搜搜掏掏出两张卫生纸 然后我们就全程 两个人靠这一张卫生纸 撑过了整部电影 就我觉得他让人落泪的地方 不是生活绝望的本身 而是在绝望中还有这些人 他们竟然还笑着爬起来继续去 在女命里面去竞赛去跑 我觉得这件事情让人很动容 然后整个片子就比如说 像最后他得到那个单王的时候 他们在那个KTV里面 然后整个KTV一片欢庆 然后放着梨花的同时 他得到单王 就是第一个我看这种 他像是取得了成功 但是你还是觉得非常心酸 你的那个感觉心酸的点到 那个地方像是达到了一个高峰 就是我看这个片子 我现在最大的一个愿望 就是拿出我的手机 把我所有之前点过的外卖 每一个给那些棋手 搭赏和五星好评 之前我会接到短信说 我是外卖棋手 可不可以给我这单打一个好评 但是我忽略他们了 然后我现在特别想把这些 我之前没有评价过的 然后打上过的人都给他们 五星好评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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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